大家好 我与小林点赞订阅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细胞质又发神经了 又来铁拳砸行业了 这次砸向随你 就这个兴趣班 就在一年之前 我们是集中报道过 当时团列整顿的是学科类培训班 比如教英语的于敏铜 就是你新东方 还有搞语文数学比较在行的 好未来 学而是就好未来 下面的 那就学科类培训班 那这次就是非学科类 兴趣班 比如这个教跳舞的 教个弹钢琴的 也要玩独子了 也要团列了 所以就在一年之前 很多这个小清新 哎呀 我们没事 我们是教其他的 我不教学科类啊 我没事啊 所以当时还有很多上市公司 也是转型啊 转为教这个什么足球啊 什么这个体育类的啊 这准型的吧 这个强身健体 这种可以的吗 习包包自己也喜欢呢 这个足球是吧 以为压这个包啊 那那还是比较稳妥啊 现在看来余敏红还是比较鬼金鬼金的 你像一下子整个都不玩了啊 桌椅都不全全全卖到乡村去啊 送送到乡村去啊 借花敬佛 是吧 算了 是吧 做点政治交易啊 其实还是比较聪明 直接就做直播带货去了啊 所以你可见呢 这里面连很多上市公司也误判 他以为只是不给稿 你以为真减负呢 所以对于邪恶的中国共产党 没有一个正确的把握 另外一方面 可见这个中央政府啊 也没有 对上市公司啊 甚至是这些大型教育企业 也没有任何的沟通 也没有告诉他们 我一年之后连这个兴趣班都打了啊 你们不要转兴趣班 也没有沟通 也不是说他当时没想啊 现在 所以也是最近这个什么什么清零放开啊 很多人说啊 又要改革开放 我就明确多次提出 我说细胞纸这玩意不是纠错吗 我说他这个如果是像以前拨乱反正 改革开放 那个时候你起码就抓点人 这个人事啊方面重新调整 你整个习家班 你就突然间告诉我 你改革开放了 所以这个不是纠错 我说留一个心眼 留一个心眼就这样吧 今天我们来详细啊 看看这个兴趣班啊 也是带有浓浓的恶意 还有这个团灭的色彩 这个就没得搞了啊 看来 我们且看啊 你看看细节 这个剧教育部网站啊 12月29号 你看大连礼的 你以为放松放松了 你没想到 这个时候一倒过来 所以一忽忽忽忽忽 打左灯 打右灯 打右灯 打左肚 这神经病啊 这国家现在神经病啊 13个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 非学科类啊 非学科兴趣班 问题多多 你看这个第一个标题啊 就是副标题 问题多多 这个2021年7月双减以来 学科类培训被规范整治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从胜利走向胜利 学科的作业负担 校外培训负担减少 体育线的担导的英明与伟大 但是学科类补习不补了 你们叫兴趣班 便成为了广大家长的选择啊 像这个钢琴班啊 点名字 直接就点了一些具体的班啊 钢琴班 足球班 等艺术 体育类 非学科类培训 成为了市场的心宠 嘿 我看到这里 我的摇头 为什么 你看他这个批判的对象 直接就指向什么 市场 你就看到了 他整个现在的官僚体系 把市场当做一个批判的对象和敌人 你看我都把这个教育培训 学科类整治下去的都减负了 你看你们市场就乱来 你看他我们等一下再延伸这方面 你看市场是一个敌人 敌人 我等一下早吃 然而非学科类培训 收费高 收费高 你少收点税 中国这个税费 科捐杂税 我告诉你 比日本高一倍 中国的实际税负很容易算出来 以前那个叫做船只行 北京船只行 统计 一统计出来 中国的实际税负 百分之五六十 日本才就是人家发达国家 很多的三三三十多 事实不得了了 他实际税负相当高 反正这就吐槽一下 后来反正你统计中国实际税负 全部被颠覆国家政权抓进去了 收费高 培训完收费之后 好路等新闻 频频出现 你共产党少少要 什么 对市场里面是有点现象 这是你你把市场全关掉的理由吗 你你这共产党 这么多贪官 这么多你你你咋不把你 就共产党关掉啊 你个共产党的你你让我罗列 我罗列罗列 他妈的几万字罗列不满 是吧 意见指出啊 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 校外培训啊 问题集中在知智不全 开始搞知智了 一搞知智基本上全完蛋 你把那知智全补去 之前我认识一个老老朋友 从国外回国啊 搞个钢琴班 把所有知智办齐全啊 他把国外那套拿到中国去 还没开业 交了两百多万押金 哎呦 这个又是消防又要你给押金 那你把那一套真正的八斤 中国的流程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普遍犯罪选择性执法 你把它全办完 你不用做了 真的 你全办完不用做了 啊 就知智不全啊 但是就就他一抓你就就肯定能抓到你 你问那那那你你这习包子当主席 你知智过不过关呢 啊就像啊 你你们天天验我们核酸 你你验一下 你领导精神病没有 天天验一下 看今天有没有精神病啊 你是不是合当国家领导员 一来就给你知智啊 培训行为不规范 知智他也可以把控的 你有知智 我明年不给你序 我就完了 你就没知智了 啊 这就关中国官方很好 一个手段啊 一抓就抓就知智 培训行为不规范 那完蛋 什么叫不规范 培训质量良有不齐 质量啊 并对非学科类培训 提出全面规范 全面规范啊 从事的员员必须具有体育 文化艺术科技等相关类别的职业能力 这是那你不知道往哪里考啊 还很搞笑 那那那有个小姑娘啊 花两千块啊 做了个什么核酸检测员资格证 哇 对不起 不知道是不是段子啊 呃 那就 哎 没得做了啊 这资格证刚考完是吧 啊 相应类别的教师资格证 那那那起码扒了一层皮 我告诉你啊 不得聘用中小学 哎呀 这这这确确确啊 这个聘用外国籍人员 复合国家有关规定啊 在日常运营上 不得开设学科类培训相关内容 时间给你荒词啊 不得跟当地中小学教学时间相冲突 线下培训结束时间 不得晚一八点半 一八点半 你就 学校养学兴趣班基本上线下 线上基本上就很少了 啊 基本上很少了 这个很少太少了啊 所以就基本上是线下的啊 兴趣班这一块 其实三年疫情都倒 基本上倒了个遍 八点半你说是吧 嗯 下课下完课 你去一下路途路上 八点半你要这个你要关门 啊不不然他他就给你开个罚单是吧 那那那其实很难 蛮难做的啊 嗯 要这个争夺 就会很很强啊 要线下培训场所 要配好音视频 而且他他说你这个也是负担 你这个也要减负呢 那你要一降低你的工作强度 或者说你排客 你一排少 你租金有没有少呢 没有少啊 所以这 很容易就抓死你了 你就没办法盈利了 啊 要配好音视频监控设备啊 这个这你要跟领导的一个制定的啊 什么消防设备啊 一个样啊 一个什么监控设备 实时联网 那那公安部要给你扒一层皮啊 教育部要给你扒一层皮 那那完蛋啊 啊 要户要还还户外活动场地啊 那也就是 之前有些也也赚点赚到点钱啊 在什么小公园 呃 交轮滑 我就我就在墙内经常见到 那这些其实也没有场地成本 也不知道交交给谁啊 那这这些肯定就不给做了 这些一做都属于 呃 叫做非法经营 啊 你你赚的钱 其实全全部要收归 收归国有呢 呃 呃 培训时长项目 这些都要备案 哇 你备案还可以不批准啊 禁止虚构原价啊 虚构优惠啊 等欺诈行为 啊 这你就处于劣势 当你跟消费 你难不准 你做个生意准 有时候你跟客户争吵一下 或者跟这个家长 你难保发生一点矛盾的时候 到时候那家长一投诉 你基本上这个这个机构就玩肚子 呃 所以这些帽子一扣上去 后面喊 你喊不好搞 基本上这个行业就就就就死了一加班 知道吧 啊 收费实行指定银行啊 专用账户 专款管理啊 不得使用培训带 鼓励先培训后收费 那也有走账的啊 到时候收收钱收不到的 啊 有啊 就其实最近几年因为竞争激烈 有时候那那家长续费不及时 其实变相的先培训后收费 我都见过啊 有有时候在那在学科类啊 那家长拖的不给的也有 我都见 就有有些朋友做的 我都见过啊 反正什么什么人都有 其实 哎呀 但完全不给烂烂账的就比较少 应该来讲啊 这做培训这一块啊 拖拖拖拉拉的也有啊 反正就 然后他还给你开个口吧 反正这预收费不能啊 不能超过5000 不能超过5000啊 不能超过就5000就很少了 啊 就直接就粗暴干涉啊 你一般的一个经营行为 啊 学校怎么引进校外机构啊 他就是又搞了一个 这开开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窗口 这个窗口其实就又把你机构打死了 就意思就是全往学校里面弄 包括之前学科类学校里面开 让学校里面开 你你这个就更没市场 学校里面能获利 那整个其实有点国进民退的意思 整个往学校里面开 然后各地设置白名单 白名单这个东西 现在在整个中国相当流行啊 就就很多方方面面 他都喜欢弄这个白名单 包括你能不能上网 就是他特许基尼 其他都不行 他他在搞这么个玩意 反正 那差不多吧 这还有很多细节 但是我大概剪出来 就你就甭想做了 我们还延伸一下 就是我们一定要反思 这个政权 它的一个很多时候 很多人没想 它的一个方向 它是往哪里走 没搞清楚这个问题 你你去思考其他其他细节 可能还是差一点 就是他想干嘛 是吧 你看他这个 他他就是跟你培训班有仇 不让你你们学的太好 或者说不让你们学音乐 还是他他究竟想干嘛 我们可以结合再结合 其他现象 你比如这个教育培训 他是从始至终 他是不断清理 12月13号的时候 你看他也是再出一个 进一步加强学科类 隐性变异培训防范治理工作 一些什么家教 在咖啡厅居民楼 众筹私教 这些要抽查 要日查 要夜查 要深入这些街道 要认知 里面在中国 有可能会变成了 就是街道 要收保护费 你跟领导关系好的 或者什么 我让你做作 也有可能演变成这样 反正这就很难做 没赚多少钱 这个东西你这样抓下去 他们就没法做了 这是一个方面 我们可以再看一个材料 你比如电影 其实最近他也出台了一个东西 叫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印发通知 国家对国产网络剧片发行实行许可制度 就国务院广播电视总局负责受理持有广播电视节目 持有许可证 这些的电视剧网络剧 你要事前事中事后全面条监管 你这个能不能播啊 能不能拍啊 你要我们全部立案啊 全部备案 你看对于影视文化 对于方方面面 我的感觉 就是他不太像是一种分赃啊 里面里你看有很多种猜测 比如席包子搞这么多东西 他是想 重新分配利益 这是一种 简单的一种利益分配问题啊 你团派啊 占了很多 我要把把这个蛋糕拿来 我来做 这好像就 他还不齿 现在看来他还不齿 就 就感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觉得他是一种非常极端的 一种极端宗教主义 那是一样的 那种原教族主义 那种东西 就是 跟塔利班差不多 你你问塔利班 为什么 你们不让女孩子上学 你问 为什么你你这个战斗这么多年啊 反正大家有吃有喝 不好吗 那这就就就人肉炸弹 那这个 就是这个差不多的 你问细胞主 我们全中国人都有吃有喝 你搞这么多干嘛呢 这么爱上不上呗 是不是啊 你你这培训班 玩人家开在这里 你说 是吧 所以你你觉得 他的目的还不是一个利益分配 利益分配就跟权斗是类似了 你感觉他真的是有那么一种镜头 特像 就哎呀 我这你说镜头还叫做 叫做理想 就是有点那种极端宗教 我只能找到这个词 就极端宗教主义式的那种原教旨主义式 你看我对对于隐私文化 你看你们市场都是不好的 然后然后你这个培训班 这个内容不行 哎呀你说 这个也是 你说我体育班强身健体 导致不是一个负担吗 也不行 哎你让这小孩子究竟干嘛去 我的 除了上山下乡以外 都你 现在你你究竟想让这小孩子干嘛 还要说你你玩玩安全否定外面 我我说你你自己国有的 那些都就都是好的吗 你们官僚 你们这些政府的都是好吧 他这个完全看不到 这些他完全看不到 所以就寻了他这个路子 为什么我要这样延伸 就是对他有一个更加准确的把握 就是就现在这个体质 这个细胞这个这个玩意儿 一个他他我我我刚刚说的 他他不会纠错 这包括这次放弃青年 他他搞砸了 他也不会纠错 他完全没回忆 他就对于这些人民的灾难也好 什么什么的 你说他的那种原教旨主义真是对人民好啊 这个真是想想亲亲你 说他也没把人民当回事 他他也也 你人民是爱死不死 清理老人 他也是这样清理 你说他这个原教主义就就有点像这个是不是纯粹就是红色 那你这次红色贵族也也死啊 什么叫红色贵族了 怎么定性红色贵族呢 哎 所以这 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呀 就这些精神病 你分析到最后 那又是不是个精神病的玩意儿 那个精神病你就你就不要跟他玩了 真的 都是个精神病你你你你跟他你还跟跟跟他跟他有什么离得远远呢 那你个精神病拿着个刀在在大街上面跳舞的吗 你你你就你就你保持距离你你离他远点 就这么简单 你不知道他就哎呦我这这这玩意真的是 大概这样子我都期期待疫情我的再开视频如果要跟进的跟进 这个只能现在先说一下这个这个一点思考啊 先说到这里啊 觉得我点一次点赞留言分享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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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